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不出来他在军事上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其实这是个误会 朱老总在共军中绝对不只是德高望重而已 他的军事水平和贡献也是很大的 朱老总虽然是四川人 但却是出身于滇军的名将 在北伐之前 他就已经是旅长了 还特地去德国留学 学习军事 但是当时的朱德已经年龄不小了 但他还是坚持自学了德语 学成归国后 又放弃了义勇的高官后路 自愿参加了革命 这都是很需要勇气的 我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南昌起义失败后 起义部队南下广州 在潮汕一带遭遇国军围堵 部队出现溃散 危难之际 朱德和陈毅站出来 收拢余部一千余人 最后上了井冈山 对当时的井冈山来说 这不仅是一支胜利军 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支正规军出身的部队 战斗经验和训练水平 远非秋收起义部队可比 更重要的是 在当时井冈山的处境下 朱德的游击战经验是井冈山比较需要的 虽然毛主席天洞神武 但毕竟当时还是缺乏军事斗争经验 战略上成长比较快 但是战术上还是需要朱德的经验来补充 否则只有战略 没有战术 战略计划也是难以实现的 这也就是当时所说的 朱毛不能分家 分家了就要失败 当时 井冈山虽然也有一批黄浦军校毕业的中下级干部 也有许多人虽然并不是毕业于黄浦军校 后来也同样也成长维吾军高级建领 但是 他们无论在北伐时期还是上井冈山之后 级别都还比较低 基本上都是迎连排长 战斗经验仍然是比较缺乏的 尤其是规模稍微大一点的战斗 他们都还不具备指挥能力 所以 在井冈山时期 大体上形成的格 局就是 毛主席负责战略 但在执行的时候 需要依赖于朱德的战斗指挥经验才能实现 而且 随着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战斗规模的提升 军事指挥经验越来越重要 朱德和其他黄浦军校毕业生在这个时期对部队的成长 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这之后 虽然除了抗战初期 曾经在前方指挥过一段时间外 朱老总离开了一线指挥 但一直是在后方的腿